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刘亭 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动态 豪华运动手表降温 正中表再受重视 现象一 部分豪华运动表 比如江人丹顿的纵红四海 价格略有回落 现象二 粉丝里对正中表的咨询多了起来 有这么一个案例 百代斐力5270J 5236P 5961P 怎么选 我跟大家谈了一下我的看法 5270J是计时加万年力 手动 颜值最高 5236P 数字排列万年力 这是它的专利 没有计时 壳型廉价 5961P PP自产计时机芯 没有万年力 表盘布局有点low 如果是我 首选5270J 复杂功能组合是PP的强项 颜值也高 因为是非日常佩戴 可以忍受手动上鞋 那么这位朋友最终选择了哪一款呢 原因又是什么呢 很快 他就分享了他的决定 5270J 从专业上讲 百搭斐力真正擅长的是各种复杂功能的组合 但是运动款外壳要坚固 不需要也容不下那么多的复杂功能 但是运动款的稀缺让消费者再一次聚焦品牌的核心价值上 他们发现原来百搭斐力真正擅长的是这些款 那么这个咨询还有后续吗 我先卖个关子 说两条万把消息啊 一 第四届宝破理想国文学奖揭晓 青年作家陈春成摘得首奖 又一次将聚光灯投向坚持在写作道路上的青年作家 四国区集团中国管理委员会成员 宝破中国区副总台廖信佳先生和评委代表格飞先生 共同为首奖得主陈春成颁发奖杯 还有宝破提供的30万元奖金和一枚宝破经典V系列万表 奖品和奖金跟去年一样啊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不是五十旬呢 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 我非常荣幸地看到网友评价说 宝破理想国文学奖已经慢慢成为年度必读书单 也十分喜欢更多青年写作者 因为这个奖项而得到更多关注 这正是我们的目标 办一个公正专业权威的文学奖 为青年的作者提供一个舞台 提供一盏聚光灯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 关注他们 喜欢他们 说这句话的是斯沃吉集团中国管理委员会成员 宝破中国区副总裁廖信佳先生 再看一条消息 财务自由是很多人的奋斗目标 然而真正财务自由的人们 在自由之前 内心中早有更高的追求了 身份信号要表明 我属于比你们想象的更高的阶层 在这种内心驱动下 超跑 满天心万表 高级定制珠宝 显得有些局限 身份信号的物化表现的最高选项 可能是冠冕 哪怕是单纯从珠宝首饰层面来考察 冠冕也可能是最出彩的 11月4号 上美巴黎 Teara Dream冠冕其梦 沉浸式互动体验大展 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宏馆开幕了 这持续到11月30号 免费参观 提我打鼓哲 这个展览 我觉得丰富了人们对高级珠宝的认知 珍贵古董 与当代珍品的众多冠冕杰作 还有大量首次对中国观众呈现的 珍贵档案及手稿 结合摩登时代的全息投影和互动装置 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了冠冕大师 首昧的魅力 众多梦想成真的经典时刻 通过融合真实与想象的艺术形式展现 万表消息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前面说那位咨询百达斐利正装表的案例 有个后续 最后在百达斐利专门店排队下单定了块5270J 他是这么说的 攒积分买爆款呗 嗯 嗨 谁让运动款炒这么火爆呢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